《已知的十项》 第二部 第五册 第四十八节 全情摘要 在上一节中 我们一起认识了一名来自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老灵魂洛克 他现在正在演艺一名叫做吉姆的电视修理工 赛斯说 他曾多次演艺女性角色 不是祭司就是修女 所以为人慈悲又自律 这样的性格让他生活在世俗中时不会犯大错 也拿不到带学分的课题 所以属于瞎耽误功夫的纯混 他本次与马克一样要经历女人这一课题 马克第一生得罪了自己的胖老婆 现在搞成了妈 二十五岁的自己还被妈保着天天虐 第二是当了撒孩子的妈 锻炼耐心和复出 可惜爬树躲狼的时候睡着了 四十六岁从树上摔下扑街了 第三是演枪枪三人行 给赛斯当水手 结果与鲁伯 约瑟争同一个女人 还大打出手 落了个五眼清 现在想想 三人都是被胎舔狗的命 这个洛克要和约瑟一样 打破自我内在律法 主动踊跃地去与异性接触 这样他才能突破自己僵化沉浮的状态 放飞自我内心 这样的人生功课是其持续自我压抑后形成的对等体验 真理是不包含扭曲的 人格需是开放性的 不可过度地骄傲 也不可过度地自信 忘我的张狂与顾不自封的谨慎 都会阻碍灵魂的生长 第48节 出体旅行 死亡感觉 1964年4月27日 星期一 晚上9点 按指示 下午4点45分 当珍在厨房准备晚餐 而我正在和她聊天时 我经历了那现在我已经很熟悉的右手增大的感觉 她集中在我的手掌以及食指和中指之间 我立刻想到 这可能是一种内在感官 告诉我塞斯就在附近 几分钟后 我想到了再去测量一下手指的周长 就像在第47节课之前与比尔·麦克唐纳做的一样 到了4点50分 感觉已经消退了一点 但我对中指的测量结果是2又1分之1寸 一个小时后 中指的周长缩小了一点 为2又1分之1 我觉得如果在一开始就进行测量的话 可能会有更大的差距 6点30分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 我注意到了许多我熟悉的刺痛或刺激的感觉 它最后集中在我耳朵的后方 8点30分 我和珍尝试了心理时间 珍没有注意到任何情况 我获得了上面详细介绍的结果 到了8点50分 珍像往常一样紧张 威力睡在沙发上 我准备了小纸条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检查珍手指的维度 珍在9点开始传述 声音低沉柔和 眼睛像往常一样漆黑 步伐缓慢 晚安 晚安赛斯 在我们那天晚上的即兴课程之后 我不知道你们今晚会不会等我 因为还要多打那么多的字呢 我的打字全部完成了 恭喜 我本来打算让你们今晚休息的 不管怎样 我们会有一堂短课 当然 除非你们想放一个晚上的假 这也是你们应得的 不用 我们没事 今晚令人非常愉快 在一个晚上有两个见证人之后 似乎今晚是一节很亲密又很安静的课 你今天晚上的经验代表一种出题旅行 我向你表示祝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于这一类的旅行 你将能保持更持久 我们才刚刚起步呢 在这一类的情况中 当持久性可以维持住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要尝试跟任何你遇到的人说话 就像在这个例子里 你看到窗边的女孩一样 还可以让她们写信到你们家的地址来 当利用内在意识进行出体旅行时 出体的意识可以对物理的世界做出物理改变 也可以对其他人耳语 当然 对于不明所以的人来说 这种体验就是闹鬼 并不好玩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自己确实不是在自我的幻觉中游历梦境 有个美国的出体者经常去女儿的大学宿舍查岗 搞得女儿很紧张 一个日本的出体者则返回数百年前的寺庙中 在柱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用来验证自己行为 对历史是否真的能带来改变 这种简单的权宜之计 我当然没有想到 但塞斯一提 他们似乎就再明显不过了 我已经踏上一个出体旅行这个事实 令我非常惊讶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的经历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没看到女孩的脸呢 这将需要时间 在你能够保持这样的经验 足够长的时间后 就会进行这种接触 但如果可能的话 请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也请你遇到的人给你写信 这当然有助于真实性 人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伪装物 脸存在着很大的角色可塑性 角色在历史剧中是相对固定的 但脸是会随着内在演员的不同而不同的 多数NPC是不需要生成脸的 就好像你在梦里 走过喧嚣的街道时 你知道满街都是人 可是他们都没有脸 这没有脸倒不是真的没有脸 只是不生成有可识别特征的具体的脸 很有点像动漫中的路人们 具有轮廓 但不具备特征 你看到女孩的后脑袋 因为女孩背对着你站着 如果你当时能够和她说话 她很有可能会转过身来 你看到女孩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否有组合成型 我不知道 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你自己的本质一定要先到 这是当然的 有很多不同方式来开展这一类的出体旅行 这里很隐晦地提到了 以意识焦点为周心的实体瞬移 是如何不借助任何高科技仪器而达成的 一边自我角色消融神隐 另一边则惧化显形 在有些例子中 保持身体在原来的位置上 而人格本质则穿越伪装的空间和时间 也就是说 人格本质意识到空间和时间只是伪装 因此可以自由地做出相应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 照片靠P图就可以轻易地保留人物 而快速地置换一个又一个的背景 其实顺移的道理与此非常的近似 被人格焦点关注着的焦点人物 没有发生真实的解离与再聚合 而所处伪装背景的所谓实相 却变换了后台坐标显像的地址 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话 这将是很难理解的 这很像是谷歌街景的功能 你输入一个地址 然后把代表自己的小人丢入街景里 你瞬间就已经在那里了 还能来回走动与实时观察 只是我们今天的技术 还不能实时更新这些景象 不过话说回来 今天的我们其实也是生活在历史资料中 和看几年前的谷歌地图是一个道理 在这个人格本质出体旅行的例子里 任何接触都是心灵感应 一个可能的观察者 仅用外在感官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这样的事件难道不会下着观察者 或者接收者吗 在刚才提到的情况不会 另一种方法就有些复杂了 涉及到能量的扩散 部分可见的刺猬装身体 出现在一个新的地点 而原本的身体 还在其原来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床上的身体清晰可见 而另一个相同的身体 会出现在人格本质旅行道的新地点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可能的观察者 会看到似乎是一个普通的身体存在 physical being 然后可以进行对话 这里的物质化程度有等级变化 因为刺猬装身体 根据旅行者的能力 可以在各方面看起来完全正常 或者不那么正常 顺移发生时 会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发生 我们称出发地的载具我为人格本质 而显向地的此生幻影为次伪装身体 而目睹这一过程的目击症人为观察者 那么顺移发生时 会有三种可能性发生 一 本地留下全然的皮囊 而显向地只出现一个 肉眼不可见的次伪装身体 二 本地留下60%的皮囊 而显向地出现40%的次伪装身体 三 本地留下一个肉眼不可见的皮囊 显向地出现全然的次伪装身体 角色顺移 双地同时显向的核心技术 不是在生成一个平行自我 而是有点像 制作中国古代名家宣纸化伪真剂的方法 我们都知道 好的宣纸是草木纤维的复合纸 为增加其韧度 画家或书法家的艺术作品 墨迹可利透纸背 造尾的行家就用这一特点动脑筋 用特殊的技法 把多层复合宣纸层层解离开 每一层都包含真剂的韵味和构图线条 然后重新装表 这样一幅真剂就变成了三幅 每一幅虽然都稀薄了一些 但还是原汁原味 并非仿造品 人眼识别物体有一个最小分辨率 所以系统利用这一漏洞 抽离角色 生成两个 但抽离使用间隔技术 这样虽然解析率是降低了 但人眼无法识别出 高质量复刻体与本体的差别 而且两个都拥有对话 行动物理参与的特效 你今晚做得很好 你能告诉我们 关于我看见的那个女孩的情况吗 女孩只是一个秘书 站在窗边 正要去另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的地点我搞对了吗 是的 每次练习运用心理时间 你都会增加自己的能力 虽然效果不一定会立竿见影 这里涉及到条件问题 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 但这代表了你迄今为止的最高点之一 我确信你会进步 你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很好的能力 也有做实验的内在意愿 这将使你处于非常有力的地位 心理时间是赛斯提出的一个专属名词 对于我们来说 更熟悉的一个与它对应的名词是 三摩地 smati 又意三妹三摩提 那不是一个什么地方 而是一种心理状态 一直专注于所缘境 而进入心部散乱的状态 这不是手玩空 而是一种临在 关绝的专注状态 心神不被头脑的一马所累 让自己安住在大白象上 是否有可能挑选我要去的地方呢 可以选择自己要去的地方 你现在是否能实现这种有明确目标的拜访 我不知道 不过你当然可以试试 你的进展超过我的想象 所以这种目标明确的拜访 有可能在你目前的能力范畴之内 每一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可能的话尽量建立某种联系 但如果不能马上实现 也不要灰心 你的能力还有鲁伯的能力 当然一定各有不同 这很正常 有可能你在这方面天赋极高 每个人休息灵性的时候 各自都有自己的特长 这些特长往往是不同的 很少有全才的出现 无意是书写 一是姚式天眼通 二是天耳通 三是他心通 四是宿命通 五是神族通顺移 五通可以努力尝试 但不要强求 也不要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的功夫 这些能力确实可以人钱显贵 但也是修行的池缀 用不好就会让自己迷入技巧之势 被名利困住 被别有用心之人纠缠上 造出种种连移烦恼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上半节完 精彩继续